我们现在来讲的是第二个方案 因为上一则我们讲到它的基本免费方案 那免费方案的部分 初期费用是0元月费也是0元 但是它每个月只能限制限制发送1000则讯息 然后这一个推广方案呢 它有写到每月可以发到5万则群发讯息 但是目前尚未开放申请 因为我有写信问他们啊 就是一些后台功能的问题啊 因为它后面后最近在改版 所以后台功能跟之前他们的介绍有点不一样 所以应该是一直在改他们目前的制度 上个礼拜五 因为今天是1月28号 上个礼拜五1月23号 他们才开放给一般 一般店家申请 之前就是店家啦 可是他限制的非常严格 所以连公司行号都不能申请 然后现在比较放宽 而且有改一些制度 所以目前可以发送到5万则群发讯息 只是他目前还尚未开放 应该在不久将来就开放了 那初期费用一样是0元 然后主要是月费 月费收798块钱 其实不贵啦 你想想看 我们如果要发5万则讯息 那你如果发用简讯去发的话 哇那个 那个 至少要4万5万块 要吧 那当然前提是 你有没有5万个粉丝啦 不见得5万个粉丝啦 假设有1万个粉丝 然后你一个月发5次 那你就等于用掉了这5万则的讯息了 然后 一样其他条件投稿到动态讯息是无限制的 跟那个基本零元方案是一样的 底下都是一样的 所以 最大的差别就是在这个5万则讯息 一个月可以发送5万则讯息 然后 一个月的月费是798块 798块 这个是 他底下有写说 若发送讯息 则数超过5万则的话呢 每一则他收0.2块钱台币 所以 目前LINE的收费方式 目前啊 最新的收费方式看起来是这样子啦 现在这段影片的录制时间是2015年1月28号 我讲一下日期 不然到时候这个影片在YouTube上面流传的时候 隔了三年 人家还以为这个消息是新的 那 所以 底下来讲到说 关于LINE AT这个账号的认证 他写到 在你线上申请完LINE的生活圈账号之后 即可进入后台管理页面进行基础账号设定 一申请完就可以马上到后台设定 这是OK的 但是 要注意哦 若 预开始正式对外宣传 需等待LINE AT生活圈团队审核申请资料后才能使用 趋数个工作天 OK 这个是重点哦 你申请完之后 其实我也是申请完之后就看就开始宣传了啦 因为你没有宣传 我们就是想要赶快偷跑嘛对不对 那 那然后但是这个不太好就是万一你你申请的这个账号已经很多人加你为成为你的粉丝了结果 你审核没过 审核没过你账号又被停用被砍掉 那你之前的那个那些粉丝都白搭了 对不对 然后它底下重点哦 要注意的事项就是你不可以透过这个LINE AT生活圈的账号传送以下的内容讯息 我把这个字放大一点好了 这样年纪大的人比较可以看得到 现在年轻人眼睛也不太好 从小就看手机嘛对不对 好 为了大家势力着想 禁止事项呢 讯息内不可以包含要求用户下载应用程式或直接连到App Store Google Play的连结 这个要注意如果一旦你触犯它的规定 它有它就可能把你停权了要小心 然后讯息内不可以包含直接连至会员注册或订阅电子报的连结 哇我觉得这个 为什么呢 因为它就是希望你用LINE嘛 你又把它连出去外面那他们的商机就不见了嘛 所以这个要小心 因为这个也是我蛮想做的 可是它既然写了不能做了 所以这个就要小心 避免会员连到注册 直接连到会员注册或订阅电子报的连结 假设说你自己的公司网址有这个会员电子报的订阅表单 那这个网址不可以放进去 哇这个要小心 那怎么办 那老方法就是直接在上面写说 比如说大家要注册的话 请搜寻在Google搜寻流奶爸 那这样就没有任何连结了 所以你SEO是不是很重要 你要想一个大家都搜寻得到你的 比如说幸运女神思运老师 好这个一定可以收到你们对不对 这个是做命运的老师嘛 或者是大树教练 搜寻大树教练 你就会找到大树教练的网站 好就这样 你要想一个CC值饭 卖那个海鲜的 那还有什么 还有谁要打广告的 一直想不起来 反正就是你要有一个关键字 让人家去输入的时候 可以搜寻得到你的 那你就可以不需要靠连结了 对不对 然后讯息内不可以包含宣传非签约人的第三人之内容 什么叫非签约人的第三人之内容 看不太懂 除此之外 使用LINE ATT生活圈服务的时候 请遵照这个说明 好他这边有这个LINE ATT的说明 可以点进去看更多的说明 然后底下有讲了 好把他移过来看一下 如何申请 了解如何申请 好 接下来这个步骤就申请了 基本方案完全免费 了解如何申请按一下 OK 这个就是申请的重点 或者是右上角这边有个申请按钮 然后 页总 请选择你的行业别 这个申请注册 没什么好交的 就是把你的页总选一选 然后底下的红色是币田的部分 就是商家资讯 你的商家名称 这个商家名称 并不是秀在你的LINE手机的那个名字 是你譬如说 你对外的那个商家名称是什么 就输入什么 因为他底下还有一个公司资讯 这个公司名称 这个公司名称 这个公司名称就要去写你在经济部登记 那个公司的名字 因为他底下还有这个统一编号 公司电话号码 然后公司网站 当然他统编跟这个公司网站 他并不是标红色的型号 所以不是必填的栏位 但是如果要让他审核 比较顺利通过的话 强烈建议一定要填 因为等一下给你们开封信就知道了 我也蛮讶异的 好我等一下会讲 然后底下申请者姓名 就是你的全名 然后公司部门 联络电话填一点 email很重要 他会送一封email给你 那个email里面 就会有那个登录后台的连结 还有认证的连结 你一定要填对 email注册之后 他会送一封email给你 你要照着email里面的步骤去完成 然后他会要你去提供一个 你自己已经在使用的line的私人账号去当成这一个 这个官方账号的管理员 管理员 这个官方账号 line at这个官方账号 可以给多个管理员去共同管理 那你自己本身必须成为第一个管理员 所以你那封email很重要 连过去之后 他会叫你去输入你自己的line的私人账号的 的那个email和密码 所以你每一个人的line 每一个人的line 你自己都要设定一个email 你在设定的地方 你在设定的地方一定要有一个 个个人资料的地方一定要绑定一个email 在我的账号 我的账号的地方有一个设定电子邮件账号 记得一定要去设定一个电子邮件账号去绑定 因为我们到他的后台去 必须用这个私人的line的账号 所绑定的email账号去登入 然后才能够绑定之后 才能够进入这个line的官方账号 后台去做设定 这很重要 好就这样 然后最后就是同意并申请 就没有了 同意并申请之后 他通过之后 他就会积发email给你 但是我要给你看封信 这只是他刚刚讲的 一开始是可以去做基本设定的 没有错 但是最后呢 要记得 他还会再发一封email来 但是这封email呢 他会去请你提供什么呢 看一下 这是我今天才刚收到 今天都已经几号了 今天28号了 我申请的那一天是19号 所以中间隔了几天 9天 我本来以为5天或6天或一个礼拜过了就没事了 结果隔了9天他才发这封信过来 这封信写说 这也是LINE8生活圈服务团队 感谢你对LINE8 好重点来了 凡请在百忙之中抽空提供以下需求资料 并于2月2号之前回传至此信件 好就是要回复给他 回复给他什么东西呢 商店营业的产品或服务 商店营业的时间 还有商品购买的方式 网路订购 现场贩售 电话订购 经销商贩售等等 还有销售对象是谁 企业用户或个人用户或政府用户 还有营业商店之内外照片 哇好严格喔 就是你公司内部的照片跟外观照片都要拍给他 然后还有所属部门和职称 公司联络的电话号码 公司电子邮件信箱 还有个人名片或在职证明 与公司关系佐证的文件就对了 好 然后还有公司登记证明或商业登记证明 哇 哇 都知道 他审核方式还蛮严格的 以上文件麻烦请依缘证件彩色扫描或翻拍 喔 还要彩色的 好 所以呢 他不是那么好申请喔 如果你不是自己开公司 或者是 或者是你拿不到这些证明的话 那还真的有点麻烦 OK 好 这一节先讲到这边 就是你申请完之后呢 你大概过几天 我自己是过了九天啊 然后才跑出这个文件 才寄这个文件过来 你要在五天之内就赶快回复他 好 好 这就是申请LINE AT 这一个官方账号 我们叫做生活圈 生活圈LINE AT 生活圈的方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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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到这边 多久 好 他在 skate